欢迎收看本期猪猪妹说电影 我是可爱有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小伙儿通过肥皂来改变一生的故事 男猪狗蛋是一名专业的龙套演员 不过在演艺圈混迹这么多年的狗蛋却始终没有半点起色 没有办法,身无可怜的狗蛋便决定上吊自杀 不过就在这时,包租婆却突然来找狗蛋要房租 并且还大骂了狗蛋一顿,说狗蛋太臭了 狗蛋听完包租婆对自己说的话后 她的内心便瞬间遭受到了打击 于是狗蛋便毅然的决定先去澡堂里洗白白 之后再进行自杀 就这样狗蛋便来到了澡堂 就当狗蛋正在洗澡的时候 她却意外的掉了一块肥皂 而这块肥皂却经过一份风骚的走位过后 顺利的划到了杀手铁柱的脚下 就这样铁柱便被肥皂摔得四脚朝天 狗蛋看见形势不对 于是便趁机将自己的钥匙和铁柱的钥匙进行了一个调换 而调换身份过后的狗蛋却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土豪 狗蛋不仅三下五除二的就还清了之前欠下的所有债务 而且还跑到铁柱的豪宅里住了起来 这让狗蛋觉得生活十分惬意 不过好景不长 这天狗蛋在寻找衣服的时候 却发现铁柱的柜子里有很多警服 狗蛋看见这些警服后便认为铁柱是一个警察 于是狗蛋便马上跑到医院寻找铁柱 并且还打算将豪宅还给铁柱 不过令狗蛋没有想到的是 铁柱却应被肥皂摔了一跤后彻底失忆了 知道此时的狗蛋十分开心 于是便决定将错就错继续待在豪宅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狗蛋还爱上了铁柱一直在亲世的小姐姐翠花 这让狗蛋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而另一边铁柱出院后便开始了狗蛋的生活 铁柱凭借自己做杀手的经验 成功的在动作电影中一炮而红 并且还交到了女朋友 不过就在铁柱和酱母娘一家出游的时候 她的记忆却忽然恢复了 这天狗蛋接到了一个雇主的电话 接完电话后狗蛋才知道原来铁柱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杀手 而翠花正是铁柱要杀的人 狗蛋正准备将这件事情告诉翠花的时候 铁柱却突然赶了回来 而且铁柱还对狗蛋说自己虽然是个杀手 但是他从来不杀人 他每次都是和被害者演戏 一次来骗过雇主爸爸 于是知道此时的三人便决定上演一部杀翠花的戏码 最终三人成功的将雇主爸爸蒙骗过去 而三人也都安全的活了下来 看完记得点关注 猪猪妹在评论区等你哦